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斯比班的学生,陈子齐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本书 讨厌黑夜的喜奶奶 喜奶奶和她的猎狗住在小镇附近的山区里 她讨厌蝙蝠,讨厌猫头鹰,讨厌鼠,讨厌甜鼠 讨厌儿子,讨厌猩猩,讨厌黑影,讨厌睡觉 连月光她也讨厌 说来说去,她讨厌的就是黑夜 为了赶走黑夜,她使劲各种招数 用哨筹哨,用麻布带装,用大布来煮,用藤蔓来捆 用剪刀剪,丢给烈狗吃,塞进草店里 把黑夜捆到屋后的经历,用蜡烛烧给黑夜换去 用牛奶浆,对黑夜挥拳头,用脚踩,用手打挖坑白 甚至对黑夜捕驳,她用了整整17种方法,最后也没有把黑夜赶走 当太阳再次升起,黑夜自然消失的时候,她已累的无心享受白天的快乐 在副草店的床上睡着了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觉得新奶奶行为很荒谬呢? 她花那么大力气去赶黑夜,结果白天来了,自己却没尽力享受 躺在床上睡大觉 其实黑夜也本就是无法被赶走的 白天和黑夜软体是大自然的现象 黑夜只是一天中存在的一小段时间 黑夜并不可怕,因为有黑夜就有白天 当黑夜过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光雾的一天了 黑夜代表着许多令人心烦,讨厌的事物 但偏偏这些事物,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历 就如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各种烦恼和困难 难道我们就要赶走或拒绝成长 永远待在爸爸妈妈的怀抱中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成长中的困难和麻烦 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自己讨厌的事情 享受成长的过程,收获成长的快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